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明锦涛 Tiles成员 这个女团的话一共讲了7位了 从20年开始讲到现在还没讲完 想想还是把它讲完吧 凡是求有个圆满了 还剩下最后两位 来看一下明锦涛 她是96年11月9号天蝎座出生于京都 来看一下命局吧 更精神在亥月冬天做下虚土 这组合来讲还不错 水这么重 因为亥子扳汇水局 有这个土来治 同时有炳火调喉 火生土土生金制作便宜 这组合就很完美 虽然只有年月日 完美的体现就是运气比较好 干什么都不用付出特别努力 就能得到相应比较好的一个回报 一分付出两分回报 这个也是比较很多人追求的吧 比较幸运一些吧 从这个16年开始 秉升年 一直以来都不错 看一下她的这个大概的经历吧 出道是在15年吗 15年是以卫年吧 然后是这个17年 这个好像介绍的比较少 一直以来 参加各种比赛 所以组合 各种发展吧 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就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好讲的 都还可以 从事业角度来讲 唱歌是可以的 因为根虚为财传经 经主声音嘛 同时呢 又是西方经地 经地代表的是 有为声音嘛 丙生丁有 山下火 能够出名啊 这个没问题 当歌手可以啊 其实当演员的话 也不错 变火嘛 去杀嘛 可以啊 代表别人能看得到 挺好 根虚 拆穿就是那个 经营首饰嘛 经营首饰的话呢 谁喜欢呢 一般来讲是 年 不管年纪大小 女性喜欢嘛 谁这种的话呢 往往是 深受女性的 年轻女性的 喜爱 这么一个状况 当偶像歌手啊 偶像演员啊 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从职业来讲 是没问题的 因为制作便宜 便宜就代表的是艺术啊 那唱歌肯定算 艺术的一种啊 跳舞当然也算了 这么一个状况 那今年呢 是去年不太好 去年22年 要差一点 这个已经过去了啊 那今年呢 今年鬼某年 某树河 也不算有利 尤其是在这个 八月份左右 现在已经是 十月 十月十一号了吧 过去两个月 这个已经过去了 那未来发展怎么样呢 从整体事业来讲的话 是这个 明年是假成 欧四年是财琴客硬啊 陈旭聪 说明明年的变动 变化比较大 不安稳 不安稳 当然这个 他是歌手 又是成员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公司内部的调整 会有一些调整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形 陈旭聪嘛 2024年 就明年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不是那么顺畅 从 从则动啊 生子称 山河水局 水能克火 所以我认为 2024年明年是不太有利的一年 2024年是有明显的体现的 事与不是到时候就知道了 那从这个爱情来讲的话呢 他的爱情 有的话 就肯定会让别人知晓 就不会说藏在背地里 然后呢 要很多年 不太可能 因为他的七杀是在天干 又是冰火 冰火为太阳 太阳高高在上 那么就是自己光明正大的公开 宣称有恋爱了 怎么样了 要么就是被别人 捕捉 或者说这个放大 让别人知道 冰火为太阳 就是别人能看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 乐点不断 那当然出名也就简单了 不好的一点呢 就是没什么隐私 或者本身 可能有自己 不是很在意吧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可讲的确实比较少 没什么好说的 比较 整体来讲是比较顺利的 西方金嘛 20欧到30欧 然后之后的是这个移位 哎呦 30欧岁之后要差一点了 总有高低嘛 波浪就有这个高峰 就是有这个高和低的一个起伏 人生也是如此 世界发展现在是算是 整体是一个往上走的 不错 明年不太好 恋爱的话呢 好不好呢 如果有的话呢 肯定别人知道 换个角度来讲 另一半也不错 因为 冰火做通根于火库 大云也是火 那么表示另一半的这个条件 都还可以 只是不好的点呢 在于 硬性过重 以事业为主 以工作为主 爱情看的不是特别重要 可能就是相处起来很难 也是职业的缘故嘛 聚少尼多的这个就很正常了 天蝎座嘛 报复新强 这个就也没什么好处 祝福他吧 2024年比较难过 今年的这个八月份 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夹子一筹 明年开始吧 明年的正月 就是2024年的过万年的正月开始 可能就比较的糟糕点吧 好 就讲到这里 可能是内部公司的一些调整的问题吧